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看大陆就决定的两岸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自己在学校是教国际关系的 国际关系呢有不同的学派 包括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认为说 我们要维持和平的方法 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 如果自己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就要跟其他的国家 发展结盟的关系 来共同的来对抗我们的对手 那自由主义的就认为说 我们透过彼此之间的交流 我们可以化解大家的敌意 或者透过合作让大家走得更好 我觉得这一种的思维呢 都是站在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而没有把国家当成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产物 各位我今天想跟各位谈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你怎么看对方 就决定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认同呢 就决定了你的身份 而你的身份呢 就决定你的利益在哪里 我举个例子 你如果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敌人 那么你思考的 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敌人的方式 去对付他 而思考的利益 可能就跟你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朋友 或者当成是一个对手 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 美国跟苏联在冷战的时候 是把对方当敌人的 所以彼此思考的就是 如何能够增加自己的地盘 把对方当成是一个假象敌 彼此增加自己的军备 而避免对方对自己发生致命的攻击 那另外一种呢 就把对方当成是一个对手 比如像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还有呢 就把对方当成是朋友 我们举个例子像欧洲联盟 每个国家把对方当成朋友 而朋友的思维逻辑 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来共同的来努力 创造一个彼此更好的一个未来 今天面对两岸问题也是一样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 中国大陆现在是击兔了 它的有五个省的GDP 它都已经超越了很多的国家 进入全球的二十大 各位很多台湾人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威胁 包括大陆的经济力量增强了 军事力量增大了 当大陆的经济跟军事力量越强的时候 我们担心这对台湾是威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大陆当成是一个敌人 假如我们今天把它当成是一个朋友 我们的思维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解决两岸问题 我们要为台湾的安全 我们必须要国际关系的另外一种学派 就是社会建构主义所说的 我们怎么看对方 就决定了我们的利益在哪里 今天当然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 两岸现在还是敌对的状态 包括国民党在过去八年执政的时候 它都没有把这个敌对状态给解决掉 包括民进党现在 它要走分离主义的路线 它也希望大陆对台湾来讲越高的敌意 这对于它走向台独是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换言之现在朝野两个大的政党 都是建立在把大陆当成是一个敌人的角度去思考 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你说他是一个敌人吗 他的观光客到台湾来 他也包括跟台湾希望发展很好的经贸关系 包括中共的高层也认为两岸是一家亲 所以这就处在一个矛盾的现象 大陆是希望跟台湾维持两岸一家亲 但是他因为两岸是个敌对状态 所以他在军事外交的力量上 他继续的压制台湾 那台湾应该怎么做的 我们要继续的强化两岸是个敌对关系吗 如果我们继续强化两岸是个敌对关系 那么我们所采取的做法就是很简单 把大陆当成是一个敌人 所以我们要增强我们的军备 要强化我们的国防力量 那还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应该建构一个两岸合理的政治定位 我们来让两岸结束现在的敌对状态 把两岸从一个敌人的关系 变成是一个家人的关系 我们是兄 他是弟 我们都是一家人 当我们两个是兄弟关系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坐下来讨论 我们不要再用武力相向 我们用和平的方式可不可以处理 我们两岸可不可以共同来参与国际社会 为了整个中华民族利益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两岸的经贸交流 是不是可以共同来走向一个未来 所以换言之 我今天想跟各位谈的就是 我们如果说一直把大陆当成是一个敌人 那我们就会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去面对它 可是大陆现在大 台湾这么小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付出非常多的代价 还是我们把大陆真正当成是我们的一家人 我们共同努力来结束 大家兄弟戏强 兄弟吵架 这几十年的日子 我们共同为一个美好的未来来相互的合作 两岸当然是一家亲 而且两岸是兄弟一家亲 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成本 这样子台湾的安全 跟未来的两岸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所以简单来讲 我希望两岸是兄弟的关系 而不是在像现在来讲 把两岸界定成一个敌对的 或者一个敌人的关系 两岸是兄弟关系 对台湾来讲 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战略的认同的一个选择 我希望你能够出现一个战略的关系 我希望你能够出现一个战略的关系 我希望你能够出现一个战略的关系